我们很羡慕成为CPTPP的第一个新党员 和加入这十二十个国家的组织 组织了亚洲、北京和现在欧洲 经过近两年的谈判 英国正式于7月16号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CPTPP 成为该组织第十二位成员 这也是英国脱欧后签署的最大贸易协议 不仅能刺激英国就业增长 还能削减英国向CPTPP成员国99%的出口关税 CPTPP也将受益于英国的加入 GTP总和将扩大到12万亿英镑 占全球15% CPTPP被视为在印太地区与中共进行贸易抗衡的最大组织 2018年成立之时 共有包括澳大利亚、文莱、加拿大、智利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墨西哥、新西兰、秘鲁、新加坡和越南等11个成员国 中国2021年9月曾申请加入CPTPP 但阻力不小 CPTPP的减免关税、开放市场、公平竞争、保护知识产权等要求 中共很难达标 另外 成员国之一日本对中共的申请十分谨慎 怀疑中共不能遵守相关规则 另一成员国澳大利亚近期也明确表示 中共短期内无望加入 加之英国也与中共关系不断恶化 英国成为CPTPP成员后 也让中共加入CPTPP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新唐人电筛记者林一综合报道